河面波光玲玲 一旁的河濱绿带 让都市景观更加美丽 宛如镶上绿色宝石 在地狭人仇的都会区来说 这样的景致成就了不一样的 独特美丽 每一座伟大城市 都有一条伟大的河流 像是美国纽约哈德逊河 伦敦泰伍士河 巴黎的塞纳河 而能够欣赏这些美丽景致的 我们称之为是水岸宅 是不少人的居住向往 后疫情时代也让水岸绿地 这四个字成为最夯的绿金 以北市来说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大值 接连包括永河 文山 南港等水岸宅 都能从石架登陆交易上 展现身价不坠的价值 而新北则以台北市 锦翼桥之隔的三重 有着不菲的价值潜力 整个台北市来讲的话 以大值的水岸第一排 是最有名气的 包括它的一些豪宅 大概20年的房子 大概现在目前的房价都要占上1.200万 所以我们看看整个大台北地区的话 以三重来讲的话 目前具备水岸条件 但是房价却不到七字桶 水岸绿地成为都市人 梦寐以求的选择 当然周边建设完善 且临近捷运站 生活机能加等 更是水岸景观的优势加成 目前来讲最有发展性的 就是整个新北第二行政中心 进驻的这一块地方 先射攻捷运站这一块 那这一块同时具备了政府的这个重大的建设 那同时它的捷运也有到位了 包括现在的先射工 同时还有机场线 跟我们的这个环状线 而过去大家对三重的刻板印象 不外乎就是工业聚落 但随着新北市政府以新版特区 新装副都心三重新市政特区三大发展轴心下 当地的城市样貌早已蛻变 而这样的改变甚至就连在当地生活超过60年的议员都说不可思议 整个新北市政府的益助投入 都是说它引以为要的 现在目前有12座 有12座的利用地形地物 大型的六花梯 因为大型六花梯使得很多人 很多小朋友的喜爱 不管是来自桃园来自台北市 据我所知道 非常多在礼拜六在假日的时间 都会跑到大多公园 来玩这些大型六花梯的设施 新北市政府也积极推动 新北科技园区的整合 形成产业聚落效应 能同时拥有建设发展及交通 让学岸展更具未来性 也成为高阶注重生活品质客群的 主要首选